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给大家讲二龙平举的动作 这个动作呢 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呢 向两侧给它打开 然后胸前打开呢 把你的气吸满 然后同时呢 我们的肩颈不舒服 包括我们身体的气血淤堵的 都得到很好的调理 像你后背疼痛 咬及老笋 睡眠变差的 失眠多梦的 一定要好好练习这个 可以把我们的筋呢 给它拉长 筋长一寸 延寿十年 骨症金柔 气血自流嘛 来跟我一起来练习 二龙平举 两脚分开 自然的站立啊 大家如果会站庄的姿势呢 可以站成站庄的姿势 没关系 就说你只需要把你的脚站稳 身体放松 咬咬关节 气能循环的好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状态 再配合我讲的东东要领去做 那你的收获呢 是不一样的 听话照做 一定是为收获很大 大家也可以点赞 收藏 随时回来学习 分享给有需要的家人们一起练 好 手放下来 调整一下呼吸 眼睛目视前方 好 吸气 手呢 从两边打开 打开以后脱平 手掌 好 就是五指弯起来 向两边撑开 打开 眼睛看向前方 这个时候我们撑开了以后呢 你能感受到你的手臂被拉伸开 有些人手臂伸不开轻轻的一拉 干什么 你的手臂就会发酸 这个手指一变长呢 手指是不是感觉到 有酸的 有的人呢 手一这样一做 感觉抓了个东西 有阻力 很发热 好 热就是我们身体的热气嘛 能感受到 来 这把气护完 好 护完了以后呢 再来吸气 好 吸气呢 手平 手平完了 把气吸满 放松 感受一下 你的手臂 尤其是我们的肘窝这里 肘关节这里 是不是还在 发酸 甚至手指发码 手掌发的热的特别狠 是吧 好 再来呼气 手掌 往下 好 立起来 变爪 往两边睁开 把气呼出去 气呼的同时 用力往外拉开 好 有的人感觉到 哎呀我胳膊快抽筋了 像这种感觉非常好啊 继续 虽然说 看到吗 老师带大家练习 不用力 而且呢 不难 特别简单 来吸气 手放平 好 放松 好 再来 呼气 手慢慢的翻 好 立掌 边爪 推出去 好 肌力打开 把肩膀放松 沉肩对肘 眼睛看下 伸开 好 大家可以在这里 你做的时候呢 我们气不是呼完吗 可以在吸气 做个呼吸 把气吸满 呼气 是不是感觉到 手臂 手指 麻的更明显了 气 热气 更感觉明显 好 大家一定要认真体会 老师说的这种感觉 只要你练到胃 都会有 好 再来 吸气 好 放松 回来 好 放下 这三次练完 是不是整个人 哇塞 我整个手臂 感觉特别通畅 整个人特别轻松 那你才练三次 大家要练到九次呢 那你感觉更不一样 像我们后背僵硬的 失眠动部的 或者是上脚不通的 容易生气的家人们 一定要把这动作 好好练习 想学习的老师呢 可以看视频 也可以老师直播的时候呢 来到直播间 好 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下集见 谢谢